港车北上政策自2023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至今已满一年 那这一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机动车车主 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入广东省 这极大的促进了越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 如今对于香港市民来说 一家人自驾北上成为最便利的出行方式之一 每个周末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都会有车辆排队 24小时不间断 这些车辆大多是从口岸进入珠海和广东省内过周末的香港人 以前暑假我们通常去东南亚 日本 韩国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一下的 广车北上之后我们就去大湾区比较多 三天的小假期预约了珠海的医院过来这边洗一洗牙 周末香港单排车日均通行量约占口岸 客车日均通行总量的42% 今年的4月6号是清明假期最后一天 当日最高通行量达到了8840辆次 刷新政策实施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港车进入内地的第一站就是珠海 因此在周末的珠海随处可见香港来客 今天我们全家人都玩得十分开心 在这里吃喝玩乐祝一战式实现 周边配套也十分齐全 非常适合亲子家庭 而且从香港过来也十分方便 这位香港车主告诉记者 他前不久带着家人来到金湾观看龙洲比赛 现在他们又准备到越北城市清远去漂流避暑 港车北上带火了湾区旅游经济的周末热 节假日热 节假日和周末期间约60%的游客为港澳度假客人 大大提升我们的入住率和整体的收益 通过香港客人自驾的便利性 客户停留的天数也有明显的增长 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后 香港单排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可多次入出广东 每次入境后连续停留不得超过30天 每年累计停留不得超过180天 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转化为商机 促进越港澳大湾区进一步互联互通 郭先生是香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 经常往来越港两地 在港车北上政策落地之初 他早早就申请并幸运中签 成为第一批拿到北上车牌的居民 有了这个港车北上 我通过这个港珠澳大桥过来 然后直接见客户的这个时间多了 然后见客户的这个数量也多了 这个是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便利 随着交通的便利化 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合作也得到了加强 企业可以更高效地进行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 促进了产业链的整合和市场的扩展 为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江家伟是来自香港的创业青年 他告诉记者 2023年5月 他在珠海注册了第一家内地公司 主要业务是为老年人和盲人 研发人工智能穿戴设备 港车北上实施后 自己和同事们可以更加便利地往返越港两地 为公司进一步拓宽内地市场提供了机遇 珠海可以给我们提高更好的真实支持和更广阔的市场 能够让我们的技术更快转换为产品 越港两地的便利通行条件 也会吸引到更多的香港青年人来到大湾区创业 记者从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 截至6月29号完成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驾驶员 已超过8.2万人次 车辆已超过6.7万辆次 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入境的香港单排车 越均增速超过33.8% 总数量累计突破了95万辆次 较政策实施首月增长超过16倍 港车北上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 也让大湾区的文化交流变得更为频繁 香港居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内地的文化 更好地融入到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当中 港车北上的一年间 大湾区吸引港澳居民的 从最初物美价廉的吃喝之旅 到如今发展成了高品质的文化之旅 多彩的文化活动 让港澳居民感受到了湾区文化融合 带来的全新体验 近年来 一个又一个文化新地标 在大湾区不断涌现 位于中海的金湾艺术中心 打造了港澳与内地艺术交流平台 其一系列品牌展演活动 吸引了大批港澳居民 前来感受湾区文化魅力 如今大湾区车畅 人兴才望的景象 就是港车北上政策 实施的最好注解 近年以来 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客流 车流持续快速增长 截至6月29号 经口岸出入境客流 已超过1250万人次 同比增长113% 出入境车流 已超过250万辆次 同比增长10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